各位童工 大家好 我是夏瑞 今天我们继续讲ProWeb里的CHATGPD AI机械人 如何帮老师监轻一些工作量 例如出卷 改卷 做一些学生的个人化评估 以及做一些针对性格 特别是这段统策之后 还有学生某些题是特别弱的 我们可以帮到他呢 好了 我们一起看看 做法是这样的 如果你就这样叫AI去出卷 他基本上未必有那些试题的资料库 所以我们一定要train他先 很简单 给一题公开试或者校内的试题 例如MC 给他GPT 给他答 他会有个答给你 接着有个解释 接着你可以立刻叫他出一题或者N题 类似的题目 给他真的出到的 有答案和详细解释 好处就是你可以出到一条 类似公开试题型的Style的题目 很多时候我们想train学生去应对公开试 很多时候提形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给了一个适当的例子 给他 例子给他 这个Language Model 他真的可以给一些类似的题目 给出来 通常他会改数字 改字眼 但是出来的题目和答案是相当make sense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PoE App 现在有desktop版 你就是poe.com 就去login 我现在用着这个就是GPT4 阿四来的 收费版 如果你想subscribe 现在还可以subscribe 他出题目和改卷真的好些 其实是要做的 其实是要做的 不过是四个 特别是数理科 和创意写作真的强些 好了 这里我可以提 就是校内市题目也好 或者past paper OCR 首先就是把他变成熟文字 这题是问mail merge ABCD 就是个答案 就是MC 可以立刻叫他回答 答案呢 Depodot 123 他有了解释 非常之logical 这题本来是问 mail merge 123 哪个是对的呢 基本上他是答对的 答案就是123 Depodot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出卷 想出题类似 类似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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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叫他出了 例如 give me a similar MC question with detailed explanation 最重要的是解慢 那就出了 他就问 对了 跟着他就出了 pivot table 就是 spreadsheet里面的题目 那就是说我这个problem不够detail 那可能就是 我就需要一个类似 比如我想问 mail merge的 ABC question 按 mail merge 我想问类似的topic 要说一个topic 名字 可以 他真的出了另一些 123的样子 那 就 对了 有答案 那这些解释呢 就是都是很详细 如果要我自己去写呢 基本上都很难 写得这么detail 那这些解释呢 最好就是要来 黏在那个marking scheme那里 就是当我们 譬如 改卷呢 对卷呢 派卷呢 派卷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MC上去 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和学生逐个题解释的 那但是呢 这些explanation呢 可以黏在那个 比如solution那里 那里呢 派给学生呢 让他们自己有时间可以看 那就是一个非常详细的 题解来的 那呢 AI呢 就最好帮到手 那当然呢 作为一个负责老师呢 你就要查查 他给的答案是对不对 2 and 3 only 那看来这个都是 正正常上的 那可能是电脑科 他的database 就是特别强一点的 真的的 如果你想出多几题呢 那可能给多几题 给他去学习了先 跟着他一次过出 比如5题啊 10题类似的MC 但是呢 做法留意就是 他的memory呢 就是每一次呢 最多存3000个字 或者好像是4000个token之类 就是通常他就是 逐题逐题 逐题敏感呢 就会focus一些 因为呢 就可以逐题check 那答案了 就是你一个check10题呢 有时候都会看起来 好 那出MC呢 就大概是这样 生成AI 或者叫generative AI呢 那概念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首先你有些旧的data 那就是经过training 他学了一些pattern 和一些data之间的关系呢 那呢 他就会把新的data 根据user的prong 那样 所以呢 前提就是说呢 他的系统呢 或者他的language model呢 你一定要有些东西去train他先的 如果他本身没有这些data呢 他就会 就是亂说的 俗称叫做 hallucination 就是好像有妄想症啊 或者是亂作那样 那样 因为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data base的系统来的 其实他是一个reasoning system 他reasoning很强的 但是呢 他的data呢 就视乎我们给了多少input呢 给他了 那所以呢 我们掌握了这个gen AI的原理之后呢 那我们用它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呢 就是怎样用呢 才用得聪明一些 gen AI的定义就是create new data that is similar but not identical to existing data 即是说呢 他会由一些旧有的data呢 去gen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不是跟以前那样的 那这个所以特意用来出题目的最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想出这条题目 类似旧的题目 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提型的嘛 那种问法嘛 但是又不一样哦 那所以呢 这个用法呢 就是出题目啦 或者给学生做一些针对性的补救都很对的 因为呢 你可以根据那个题目的提型 去gen 去gen 类似的题目 那学生可以强化这方面的需要 我们看看长题目又怎样呢 那因为它暂时只能输入文字 那如果这条题目本身有图片的呢 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呢 个别题目 比如长题目的那些parts 如果它基本上是纯文字的呢 其实都ok的 例如提呢 另一提的 以前的题目 那这样 peter呢 买个电脑呢 就是用一个quad core的CPU instead of一个dual core dual core 即是双核的CPU 那为什么呢 peter要做这个决定呢 那另外part 2 就是suggest another cpu technical spec cpu的规格 那peter呢 我或者会考虑的 好了 看看呢 他给什么答案先 那我们首先都叫他答一遍 这条题目呢 一定要做一个input 给那个AI 那你看他答得 哇真的似模似样的 比如A1 1 improve performance multi tasking 就是为什么要买quad core 因为呢 效能更加 做剪片 3D rendering gaming 那呢 另外就是做一个time 叫future proof 即是说呢 即是未来都还继续耐用的 这个 那跟着就part 2 就是其他cpu的spec peter未考虑的 就是譬如 哦 clock speed啦 其实答中了 好了 那跟着呢 我就可以 想出一条类似的问题目 那我们可以 又叫他AI 这样做 好了 跟着我可以跟他AI 说呢 我想要一条类似这样的 或者叫conventional question 才不是呢 试试 不过我说明的topic 就是cpu的规格 的spec 看得不得 还可以的 说明这个是conventional question 那他就会 他就推出了 另外一些提型 比如AMC 或者另外一些的题目 那他就 Jane is building a custom PC for a graphic design 哇 有很多contact a what factors might influence Jane's decision 我叫他答案 我要详细的答案 和解释 这些最适合做那个marking scheme 那也是呢 就是对卷的时候 很有用的 如果不够时间 说完所有题目的答案呢 那这些可以印出来 做那个 就是给学生做事后的参考 因为呢 这些答案呢 很原备的 其实他寫得非常 那么logical 好 那长期目呢 到这里 改卷了 那首先 我们将这些试题 无论MC也好 长期不到 首先给个AI 或者GPT 分析他的topic先 因为呢 他这个language model 他有一种能力 就可以做summary 即每条题目 给回个适当的topic 几个字 用来describe 那条题目 是属于哪个topic 哪个类别 其实用来方便 分析学生的强弱项 哪些topic好 哪些topic不好呢 这个呢 就真的非常方便 不用自己打过一次 好 跟着啦 有一个topic之后呢 连上你的marking scheme 你的key 老师的key 学生的答案 一起订给GPT 最重要是print text 的模式 顺文字模式 那真的帮你计分的了 不过呢 4个版本呢 GPT4 这个呢 就是好些的 计分呢 就少计算错的 如果GPT 即是GPT3.5 那个呢 是差一点 那还有呢 可以分析学生的 强弱项 哪些topic 好不好呢 他真的帮你 你全部找出来 数回出来 那以往呢 我们做一样东西呢 就用spreadsheet 做Excel 或者Google sheet 那现在呢 就不用了 那就是有些data 在那呢 就搞定 那我们一起看看呢 如何做 看看这里啦 这里有25提醒司 那就是刚刚测验用的了 那就 维酷4 就没有多图片 那这样的 那就不要紧了 我们最重要 都是想要那个topic 那这样 我们select 那原本呢 你有个 word document 就是打好那份卷的嘛 save as 令传新档面 是一个 plaint text file 就可以 Ctrl C 跟着呢 在这里 Ctrl Read 我首先呢 想将这25提 MC呢 就是找找每题 题目的topic 是什么 那要做些分类先 那留意呢 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想要 不要太长 也不要太短 太短 太短了 不准descriptive 就是看不到学生呢 哪一类型的topic的MC呢 可以或者不行 不如我用5-10个字 categorize 这个就要 微识英文 categorize above 25 question into using 5-10 words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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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啦 用table format show出来 好吗 哇 好似这样啊 第一题 algorithm output while loop 那这里的几长几短 是完全你的需要 但是这些language model 它最静就是做一些 summary 那你有了每条题目的number 和它的类型 那就是 某个学生哪条题目的对错呢 可以对回category 那就是非常实用 而且如果自己做呢 就是没有可能 譬如现在 大概只需要了十多二十秒而已 不可能这么快做完 其实 那些AI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 这个呢 如果自己做 起码都要十分钟咯 那样 十多二十秒搞定了 所以超快 好了 好了 跟着了 有了这个category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把那个MC 那个答案 key 和那个 学生的答案 一起给它 去 就是计分 分析 好了 跟着我们看看 如何改 首先在这里 暂时清一清 memory先 就把刚才那些题目的 类型 category 对了 抽下来 跟着呢 我们给回答案 给它 这样 答案在这里 那这个是我们的 暗色key 那这个就是 某个学生 xyz 的表现 第四题cancel了 这样 好 抽下来 那现在这里就有 那个 题目編号 和它的类型 and then 跟着呢 就是答案 跟着呢 就是学生的答案 那我就想它 叫它呢 analyze student xyz 的 performance what are he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好 I'm ok 好 那这里只出了 strengths 和weaknesses 不过呢 就跟着呢 那个题目的类型 呢 agraphine molean expression modularity spreadsheet function 约行 那样 那还要那个marking 好了 这里呢 它做了了 那个 student xyz 对错的答案 好 叫它再做 对了 对了 一三五六 好 但是留意呢 这里呢 真的有机会改错的 这里是需要double check的 就是深刻可能有機會錯一題至兩題 有時候是沒有錯的 那這裏就要大家小心點啦 那這個也不能夠盡信的 因為是真的有機會錯 好 看看這個呢 他知道第四題cancel了 另外呢明顯是錯的 二十一十六十八二十三十五 我們剛才CAP一圖 跟他對一對 那第二題錯 對了 第十一題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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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題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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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VD4都不錯 可及 但無論如何都沒有錯 因為我預計過 他偶爾也會數錯 要自己小心點 但無論如何 他分類相當有用 这些是对的问题 这些是错的 其实最有用的就是Weedness 学生的约翰 其实可以针对性 比如这个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可以叫AI 可能是老师叫 或者是个学生自己叫AI Let's give me 5MC questions on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我要5题MC 跟着就是 就是帮我重温这个topic有些什么 我是温集漏了的呢 真的给你的 都是似样的 非常有用 可以做到针对性的补救措施 以后我们考完试就算了 很难再整一份卷 就是同一个提型 但是改了数字 或者改了一些东西 就给学生做过 因为你根本 老师没那么多时间 但是有AI帮忙呢 老师可以整一份卷 或者学生自己整一份卷 到底似乎他有多大的动力 去改某一个特别的约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特别针对strength and weaknesses 就是strength and weaknesses 那么长题目呢 就没办法 将学生的答案 有OCR 跟着呢就输入个 就是CHAT GPT program 给他改 就是我是人手改 但是可以时候将分数呢 打回去 就等他做个分析 同样啦 长题目 这个呢就 虽然呢有图片呢 我都照抄下去啦 因为呢 首先我要找那条长题目呢 它是属于哪个topic的 它都可以 立刻做一个分类的动作 好了 结果呢 就到长题目 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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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将它 就是我们就叫它了 Catelize 我们再次呢 叫它用5-10个字呢 将它分类 这样列一个表形式出来 好了 就做了 那就 这样呢 就 真的做得到的 1A 1B 1C 那就是 它会懂得分回 很神奇的 它会懂得分回 你那条长题目呢 A B C D E F G 那么多个parts呢 就是 里面的内容 那它看里面的字而已 图片它没有看的了 那它真的看到的 真的看到呢 那个题目的内容 还有呢 用一个 就是5-10个字呢 它describe出来 这个就是 相当的 有用啦 这个category 跟着我就可以呢 就 我再清醒它先 好了 将个题目的内容 插进来 那跟着我们人手改卷 改完卷之后呢 就是呢 但是每一题的 分题的分数呢 有了的嘛 就打下去啦 很简单 就是text嘛 那这个学生XYZ呢 我给的分数这样 这类似呢 就是我们就算是人手改卷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一个分页的 就是给你写下 每一题分题的分数的嘛 那这个做法一样的 就是你打的分数在这里 就给AI呢 做分析 Ctrl-C 接着呢 Ctrl-V Analyze Student XYZ 的 Performance 那究竟它的强弱項呢 是什么呢 那就 就给它数回一些分数 其实就是AI 但是呢 它真是用很好的文字 去describe 出来 那这个学生的强项就是有这么多了 那跟着呢 弱项呢 慢慢都数回出来 那这个report 最好是直接可以给学生 让它知道呢 让它知道呢 就是长题目 搭成什么样 那如果能够有机会 如果有多点时间呢 把学生的答案都OCR 那就可以分析它写什么 只不过呢 对了 时间有限 或者这个将来 就是多些方法呢 可以直接把学生的答案呢 就是 連到AI里面呢 那呢 都很方便 好了 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里 这个就是 真是可以做到 Personalized的 Assessment 比学生好像有个 个人化的报告一样 我相信呢 比学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自己的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那特别是執入弱项啦 那这些topic呢 就可以是 就是叫个AI 再整理这题目呢 比学生自己再做 好了 我们讲到这里先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